在学习时重点 第一 它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重点就在这征税范围 大概要知道哪些地算耕地 这个耕地上面主要种植什么的 种植农作物的 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的 这些才叫耕地 然后它的计税依据和税务 我们很少在耕地占用税上考计算题 所以这个就简单看一看 然后我们仍然重点是在税收优惠上 哪些是免征的 哪些是减征的 这个大家重点 需要该记的记一记 所以耕地占用税 基本上是以单选多选题为主 最后看看它的征收管理 好 这就是耕地占用税这一节 我们需要掌握的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来讲 首先第一个知识点就是纳税人 所以我们说了 在讲这个税的时候一定先对这个耕地占用税 必须有一个了解 就什么时候交这个税啊 这个税一定是指我刚才说的 您第一次占用这个耕地 然后占完了干什么了呢 是用在了非农业建设上 不是用在农业建设上 你要用在农业建设上 没改变用途是不需要交的 一定是用在了非农业建设上了 改变用途了 这个时候才需要交税的 而且只交一次 在这个时候一次性征收这个税 以后以后每年不需要再征了 先把这个税的特点先看好了 看完我们下面就开始 我们具体看谁来交这个税 在中国境内占用耕地以后干什么了 第一用来建设建筑物了 二用来建设构筑物了 知道这构筑物是什么吗 你学了物权法你就知道了 构筑物就是桥梁隧道 这就叫构筑物 它也属于挪不动的 挪不走的相当于不动产 第二或者第三 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这样的单位个人 都要交耕地占用税 这三点看完了 总之一句话 都没有继续用于农业建设 都是用于非农业建设的 都要交耕地占用税 OK这是大方向 这是这个税 争不争的一个前提条件 紧接着 凡是经批准允许你占耕地的话 具体谁来交呢 批文当中明确写明用地人是谁的 那么就是批文里写的这个人来交 如果批文里面根本没写真正谁是用地人的 这个时候用地的申请人是纳税人 这申请人如果是人民政府的 就由同级的土地储备中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政府伟多的其他部门 单位来履行纳税申贸易 所以批文上明确写的是谁 谁就交税 批文里没有明确写的就是谁申请这块地的 就来谁来交税 哪怕申请人是地方政府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必须是由这些当地的职能部门 直接来申报纳税 好这个大家清楚这就可以了 根本还没有经批准了 批文都没拿到 您就把耕地就占了 实际用地人来交税 我们现在过去应该说呢 很多的一些地方就是占用耕地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中国人口众多呀 这个耕地一定是有红线的 国家要画红线 不画红线就麻烦了 本来都是种粮食 种蔬菜的 种树木的 结果全都盖房子了 这样中国人吃什么呀 你看最近的新闻 完全给大家都在传递一个信息 是什么 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 这个一旦在新闻里一再给大家强调 一定要保障粮食安全 为什么就给大家传递一信号 中国可是人口众多 14个多亿人口啊 吃饭是绝对第一大问题 如果你不能保障粮食充足 你全都从国外进口的情况下 那国外一旦卡脖子的话 你中国人饿肚子呀 所以粮食是绝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耕地是绝对不能够随便再都盖成房子了 所以我们过去好多的粮田呢 那绝对是粮田呢 结果最后都盖成房子了 盖完之后 如果现在再收回来 你再重新恢复这块地 那得用个三五年时间了 你才能重新再种上粮食 才能收获呀 甚至我们过去好多那些 哎呦 一山傍水 那些耕地 粮田 非常全都盖成私人别墅 所以我们前一段 前两年抱的那个秦岭 别墅 你看看 都在这些最好的风水的地方 盖成私人别墅 那绝对是属于这个坑老百姓的全部都拆 但拆是拆了 重新再恢复他粮田 哪那么容易呀 所以这些没有经批准占用耕地的绝对是要交耕地占用税了 好了 这就是耕地 所以第一个大税人我们要清楚 这个税的特点 你只要占用耕地用来干什么 只要没有再用于农业建设的 统统都要交 具体是谁来交 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啊 再来看它的征税范围 这个征税范围先看说应征的 大方向先记住了 只要你占耕地用来盖房子 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甭管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耕地统统都要交 那么这里大家一定会问的 这个耕地主要是指哪些地 第一个耕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种植农作物的 粮食啊 叫什么 红薯啊 就种植这些农作物的都叫耕地 第二个它不叫耕地叫农用地 这个主要种植什么 原地 林地 草地 水利用地 养殖的水面 渔业的滩涂 这些都叫农用地 也是属于农业建设 但是它不是直接种粮食 种农作物的 这是种一些经济灵物的 包括养鱼池 这些都叫农用地 这也盘在耕地的范围啊 因为挖掘 采矿 塌陷 蘸鸭 污染 毁损耕地的都属于非农业建设 都要浇 耕地 占用水 而我们现在因为采矿 所以因为压占污染了附近的这些耕地 全都要交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学税法 就应该大概知道 耕地 耕地 是指两种地 一个是直接在上面种农作物的地 一个呢 就是在上面种一些经济林木的 经济作物的这些个地 都叫耕地 都需要交耕地占用水 这回清楚了吧 好了 学完了 税法 还可以增加好多一些生活常识 然后这里提示 自然资源 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 凡事认定 你毁损了 耕地了 你不得交税吗 但你只要保证在几年 三年之内 能够重新给它恢复 复肯了 修复了 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办理退税的 你采矿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耕地给毁损了 保证三年之内 重新又能给它恢复 重新再种粮食了 退税 把你当初交的 但是得先交 交完了 回头三年之内 符合标准了 再给你退 哎 这个三年 大家记准一点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块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因为建设项目的施工 或者是因为搞地址勘察 临时 临时占这耕地 交不交 照样得交 占了就得交 但是在交完之后的多长时间 一年之内也能恢复复肯了 恢复种植条件 全额退还 耕地占用税 所以大家看出来吧 因此这里说了 凡是临时占用 耕地的 经主管部门批准 一般只要在不超过两年之内 临时使用 临时使用耕地 并且没有修建一些永久性的建筑 就没法再拆除的 这种情况下 都叫临时占用耕地 都叫临时占用耕地 一般是第一 临时临时 不能超过两年 第二个 上面不能建一些 不能拆除的永久性建筑物 不行 这才叫临时 这样的话 你先把耕地占用税交了 交完之后 只要是在 占用的期满之后的一年内 你重新恢复了 这耕地的用途 全额退还 好了 这个是一年 注意 这个是一年 刚才讲的那是什么 那是三年 你是毁损耕地的 这个是临时占用的 这俩分清楚了 好了 这个要明白 这是应征的 不征的 大家看 你占用耕地 继续建设的 不是一般的建筑物 建设的是农田水利设施 那不还用于农业建设吗 没改变用途 不征 第二个建设什么 直接给农业生产服务的 一些生产设施 这个占用的农用地 不征 你占耕地也好 你占农用地也好 只要没有改变用途 你的用途还是为农业来服务的 一律不争 大方向只要清楚就可以了 好了 应征的 不征的 所以我们在这第二个知识点上 基本上是作为单选 多选题来考 大家把握好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税率 大家不需要积 考试会给大家的 是地区差别幅度定额税率 跟土地使用税一样 基本的农田 注意 你要是占用的是农田 税额再加 按150%来征 这个务必大家记住 而且会结合计算题来考 它是有加征的 加征150%呢 就按规定的税额算出来 还得再按150%来征 这150%一定记住了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农田以外的 人均的耕地 低于0.5亩的地方 就人均耕地很少啊 地少人多 这种情况下 你还占这样的耕地 适当要提高 适用的税额 但最高不能超过法定的 百分之多少 50% 所以在人均耕地 本身就很少很少的 耕地就已经是很稀缺资源的 这样你要占耕地的话 税额一定上幅 上幅最多多少 50% 大家记住 OK 农田呢 农田一定是加征 按150%来征 人均 在低于0.5亩的 这些个地方 上幅最高50% 记住了啊 好 两个地点 大家看好 这就是他税率 其他的不用 考试直接给大家了 下面也是他的寄税依据问题 也是跟土地使用税一样 根据您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土地面积 这里要注意的地方是 这里说的占地面积 包括经过批准让你占用的 也包括煤经批准 您自己擅自占用的 都算 因为都要交嘛 啊 这点注意就行 然后拿你的占地面积 直接乘以定额税率 但只要占的是明确体理 告诉你是基本农田 那一定成完了税率之后 一定别忘了 再乘一个150% 这个务必计算题 知道吗 而且要记住了 这是重点 把它把握好 拿分就可以了 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以外的 就正常的乘以定额税率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耕地占用税 它的计算题 太简单了 啊 好了 下面重点记的也是税收优惠 这个需要大家记 零考前 零考前 突击就行了 作为一道选择题 零考前强化啊 哪些是免征的 大家注意 第一 叫军事设施 不是企业啊 是这些军事设施 占用了一些耕地 这是可以免征的 具体对这个军事设施 是哪些 都在我们这个设施保护法里面 规定的 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个大家清楚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学校 幼儿园 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 这都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机构 非盈利性的机构 他们占用耕地建这些个 非盈利性的这些场所 免征 但是这里注意地方 免征耕地占用税建的这个学校 仅限于什么 仅限于是我们的教育部门批准的 大学 中学 小学 实行学历性的职业教育学校 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育学校 就是盲人学校啊 农亚学校啊 就是这些 还有由国务院人力社保部门省级政府批准成立的 技工院校 这都是属于非盈利的啊 不免的是哪一块 如果在学校内还有一些经营性的场所 教职工的住房 如果也占用耕地了 这是一律不免征 照样的交水 一定是这耕地上盖的就是用于非盈利性的 这些学校 用于教学的 职工住房 照照征税 哎 这就是一个 幼儿园道理是一样的 主要是专门用于幼儿保育的 幼儿教育的这些场所 这个占的耕地 免 福利机构 说的就是养老院啊 残疾人服务机构 儿童福利院啊 就是这些 也是专门 注意专门 给老人 残疾人 未成年人 提供一些养护 康复 托管的 这样的场所 专门的 才是免税的 第一点啊 医疗机构 意思是一样的 也是指什么 由我们的卫生部门批准的 医疗机构 专门从事疾病诊断 治疗的 这些场所 照样也不包括 职工住房占用的耕地 照章正睡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啊 第三 农村的烈士的遗暑 阴工牺牲的军人的遗暑 残疾的军人 吃在农村低饱的 这些农村的农民 在规定的用地标准内 新建的自用住宅 没办法了 就在自己的耕地上 盖的住宅 仅限于这几类人 这样的话 他们是免征耕地占用税的 好 这个大家选择 选好了 第一个是军事设施的占耕地 第二是特殊的这些 非盈利性的学校 医疗机构 福利机构的占工地 第三个是农村的这四类 特殊人群占用耕地 冬年 好吗 好 这就是免征的 再来看减征的 第一个减征的 铁路 公路 飞机场建跑道 停机坪 建港口 建水利设施 这些不得已都要占用耕地了 这个减按多少 按每平方米 两元 它也不叫减半 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为是减半 就是减按两块钱 大家还需要把它记准一点就可以了 所谓的铁路享受减征的限于 铁路盖内路基 桥梁 桥梁 寒冬 隧道 这样按照规定 两侧不得预留出一块吗 用于两侧的预留地 隔 防火的隔离带 这个都是享受减征的 知道吗 好 专用的铁路 铁路的专用线 占用的耕地 照章征税 所以这个减征是因为建路基 因为光轨道不行啊 轨道旁边不有好多路基吗 还有建一些桥梁 必须要两侧流出来一定的预留地方 这个减征不是免 啊 这要清楚 公路也是一样 包括国道 省道 县级道 乡级的这些道 这些两旁的一些沟渠 这些都是建征的 专用的公路 城区内的机动车的这些车道 占用更地 照章征税 这是第二 第三个是飞机场的跑道 仅限于经批准建用的民用机场 专门用于飞机的起降 滑停停放的这些场所建征 你想我们看坐飞机 那个机场好 那停车的那飞机 那个地方很大了 建征 建征 港口也是一样 一定经批准在港口内部 供传播进出停靠 上下旅客的这些专门场所 建征 然后航道就是江河湖泊 这些供传播安全航行的通道 建征 水利工程呢 大家看主要是用于防洪 排浪 灌溉 攀土治理 水土保持 这种情况下 所占用的这些个耕地 减征 OK 这就行了 这就是整个减征里面的第一块 像什么铁路 航空 水利 像什么这几个关键的这些个用地 他们占用耕地都是减征 按两块钱来征 第一个了啊 第二个农民 农村啊 两个点要记住 农民在规定的用地标准范围内 占耕地 新建自用住宅的享受的是减半征收 农民也得交 但是是减半 这个可是真正减半 就不是按两块钱的问题了 如果是因为搬迁 需要抵在新的地方建住宅 要占用耕地的 只要不超过你原来老宅子 那个面积的部分 不是减半 是免的 这两个容易考在计算题当中 单选题 农民是两种情况 占用耕地 建房子 一个是减半的 一个是免的 哪种是减半的 就不是搬迁 我就在自己的耕地上 盖房子了 改变用途 减半 第二种是因为整体搬迁走了 我得新建这个房子 也是在耕地上 在不超出圆的面积的情况下 不用交免 第二个 这俩一定要记清楚 一个减半的 一个免征的 第三个免征的 是在农用地转用环节 农用地转用 申请人符合免税情形的 免征申请人的耕地占用税 用地申请人刚才说了吗 不就是批文上 没有写明确是谁的 不就是用地申请人吗 也可能是地方政府 在供地环节 建设用地人 使用符合免税情形的 就由用地申请人 和建设用地人 共同申请 退还已经缴纳的 耕地占用税 这就是农用地转用的免征 好了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这就是耕地占用税里 大家把免的和简征的 大家自己记清楚 就可以了 最后 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 第一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是在您收到 收到主管部门 办理耕地手续通知的当日 是在收到通知你来啊 办耕地占用手续的通知的当日 你就得先交 交了人家才给你办 这个土地的耕地使用的手续 当你改变了原占地用途 需要补交这个耕地占用税的 经批准改变的就在收到批文的当天 没有经过批准就改变用途的 是从主管部门认定的当天 补交耕地占用税 好 这理解了 自然就能够知道 都是当日 你把这个特点只要记住就可以了 收到通知的当日 接到批文的当日 认定的当日 记住就可以了 没有经过批准 您就占耕地的 不得交税吗 就从您实际占用的当日 什么时间占的 什么时候开始交 因为挖损 采矿 塌陷 占押 毁损的 就从认定的当日 就从我们相关部门认定 你这得交税了 你这毁损耕地了 好 认定当日 都是当日 大家对号入座就行了 这是纳税的时间 唯独纳税的期限 它比较特殊 跟别的税都不一样 别的税基本都是15天 唯独耕地占用税 记住了 是30天内 30天内 缴纳耕地占用税 它不是15天 这得特殊记一下 纳税的地点 当然是在耕地所在地 征收的机关 当然是事务机关 都跟土地使用税是一样的 好了 这就是一点 需要补交税款的 都应该在改变用途的 多少天 30天内补交税款 都不是15天 都不是15天 这个希望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好 看完了 我们立竿见影 另一道题 下列项目占用耕地的 可以直接免征 耕地占用税的 军事设施占用的 免征 铁路线路的 是减征 机场跑道 港口码头 这三个都是减 按两元来征的 就不是免的 准确答案只有A 对不对 好了 这记清楚就可以 再来看一道题 农民张某 22年的1月 是经批准 在自己户口所在地的 占用耕地 2500平方米 其中的2000平方米 是用于种植中药材 改变用途了吗 没改变 这个是不征的 这不属于征地的征税范围 另500平米 盖了新建住宅 明确的是在用地标准 没超标 这一部分 交税吗 交 减半征收 对不对 没改变用途的2000 不用交 改变用途的 交是交 农民减半征收 这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已知税率给大家了 直接算就可以了 所以拿你这一部分的征税的这块面积 成完了税率 减半征收 考的就是减半 所以大家把优惠政策只要记清楚了 自然就出来了 好 我们再继续来练这道题 因为国家政策的需要 也是农民经批准搬迁了 你看我们前几年那个三峡建大坝的时候 附近农民都整体搬了 我们不能在那住了 这样搬迁前 这个占用的耕地是200平方米 就原来宅基地的 耕地的面积是200 那么搬迁之后呢 他又新建了这个房子被住啊 但是他占了耕地是220平方米 这看完就明白了 我们刚才讲 农民如果搬迁 必须是在不超远耕地面积的范围内 新建的住宅是免 那你原来的面积是200 那你现在新的占这个 这个住宅占地面积是220 他说规定用地标准之内 哪怕是在标准之内 但是你超过了原来的200平方米 那么没超的这一部分 200这个平米以内的 这个是享受免税的 那么你超过的这一部分 那是照章要交税的 只是享受减半征兽了 所以这里一定要跟你原来的耕地面积 要相比 好看完了 大家看准确的 220当中减去你这200本身是免税的 超出原来耕地面积的部分 是享受减半征收的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所以什么情况下免 什么情况下减半 这个大家务必记清楚 好了 这就一块 再来看下一题 经过批准占用的耕地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是在收到自然资源部门 办理占用耕地的书面通知的 什么时间 当日 你只要在耕地占用税里 只要记一个当日都解决了 什么什么的都是当日 所以准确答案就是A 好吗 好 这就一点哪怕没经批准 那就是你实际使用的当日 都是当日 你把这个当日两个字只要记住了 一点问题没有 好了 这样的话 第二节 整个的耕地占用税 全介绍完了 所以这一章相当于非常简单 都是跟土地有关系的 所以围绕着不动产都是地的 没有房子的问题 需要缴纳的税 好了 第二节讲完了 第二节我就不再总结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最后的一部分 这一章重点 我们做总结 把两节都讲完了 我们给它一起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节 土地的使用税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清楚 它的征税的区域 一定叫俩字 拿住了城镇 只对城镇的土地来征 农村的土地是不征税的 而城镇的地一定注意第二点 不管是国有性质的 还是使用的是集体性质的地都征 就是农村的不征 好了 第一点 没问题 把这个选项选好了 所以他选完了 要知道跟下一章 跟房产税 征税的区域是相同的 一通百通了 纳税人注意的两点特殊 如果这块地是双方共有的 一定是各方分别来交税 如果你租的是集体的建设用地的 不由出租人来交 一定是承租人来交土地使用税 因为你是实际使用人 这两个点记住 剩下就没什么 作为纳税人 一定牢牢记住我刚才说的 一定是谁拥有使用权的人 你来交 它是一个保有环节征收的税 特殊情况下 你使用人本身拥有使用权人不交 不在土地所在地怎么办 谁使用 谁代管 谁来交税 OK 这就行了 第三个是最最重要的税收优惠 大家把这些优惠一定该记得记熟一点 然后在计算题当中里 一定要把它计算清楚了 所以把那些所有免征的 所有这些 甭管是法定免的 还是地方的省一级的免的 您都得记 只有记住了才可以 那么在记得时围绕计算题里特别重点的 考核大家的 第一个是特殊的主体 这些特殊主体审题的时候一定要审清楚了 是谁 机关 团体 军队 事业单位 公园 古迹 这些都是特殊群体 他们相当于都是免税单位 所以只要他们自用的一律都免 对不起 出租的一律都争 这点一定要分清楚 好吗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第二点要注意的 这些单位本身是免税单位 如果这些单位 免税的这些单位 无偿的在用着纳税单位的地 地是谁的 地是纳税单位的 但是有免税单位 无偿在来用 他是真正的使用人 他是拥有权力的人 是拥有使用权的人 这种情况下 两方都不纳税 两方都不纳税 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 反过来 你是纳税单位 你本身是应该交税的 你在无偿的用着免税这些单位的地 就刚才说的 公园内你是一个茶社 你是一个影院 这种情况下 你无偿哪怕用这个地照章 你得纳税 纳税人是纳税单位 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了 好吗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 下一个就这块地 只要直接用在农 林 木 鱼 必须直接用在这些建设上的 才需要免税 如果这些个地方里还专门用于生产办公啊 或者是其他生活场所不免 第二个要注意的 第三个就是 这些企业的内部自己办的学校 幼儿园的用地通通都免 别管是国家办的还是企业办的都免 最后一点特别要强调的地方 就是物流企业 一定是用来存储大宗商品的这块的用地 才减半 不是用来存储商品的这个照章全额纳税 这几个必须要把握住了 记清楚了 其他的大家就刷刷题就可以了 纳税的时间一定要把这个次约 次约只要记住了 算好了月份数 才能把全年的税额才能算出来 这点很重要 OK 这就是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里面 一定先把这个税的特点记住 它是一次性征收的税 知道吗 而且征的这个税是要在会计上 应该把它资本化 而不是费用化 它是要尽成本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 那么这个税在征的时候 一定是第一占用了耕地 是耕地 而且是用在了非农业建设了 没有用在农业建设了 盖房子了 从事非农业建设的才需要争 如果说你占虽然占耕地了 但是你建的这些设施 只要是用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一类都不交耕地占用税 第一点 第二点 在人均耕地很少的这些个地区 上浮可以浮到50% 如果你占的是基本农田的情况下 那必须按150%来加征 这两个大家务必记清楚了 这是耕地的特点 接着说农民 农民在规定的用地标准内 在耕地上自己盖房子自住 享受减半 如果是经批准搬迁 导致在新的占用耕地上建这个住宅 只要不超过远宅基地面积的是免征 这俩我们刚才做题已经做了 学校本身占用耕地盖学校本身是不用交税的 但是如果盖的是职工的住房宿舍 照章征地 照章征税 医院也是一样 职工宿舍这一部分的占用耕地照章交 铁路公路这些专用占用耕地不减税 专用的公路不减税 不免的不减的大家要清楚 关于复肯之后退税的问题一定要分清楚 因为临时占用耕地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期满后的一年内 能够复肯的全额退还 因为毁损了耕地了 这时只要在三年之内 复肯了修复了 全额退还 耕地照用税 一个是一年 一个是三年 大家记清楚了 好了 这是关于复肯退税的问题 我们把它集中记在一起 好吗 好 这就是第九章 太容易了 这一章里面两个跟土地有关的 但是两个之间的税的关系要清楚 您在第一次占用耕地改变用途 您把这耕地占用税交了 交完之后满一年 您就每一年都需要交的是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是年年交 耕地占用税是只争一次 一次性交 这个区别一定要看好 好吗 所以重中之重啊 两个税都在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上 其他的非常简单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章的重点 谢谢